今天有不少的市議員參選人都紛紛成立競選總部 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當然也很忙 他忙著要幫市議員站台 不過呢 媒體擔心的問題 還是要問他下午會不會跟親民黨主席 宋楚瑜碰面呢 柯文哲他說一切隨緣 台北市長參選人柯文哲與市議員 一同扛著獨木舟走進造勢會場 但是柯文哲每隔幾秒就往上瞄一下 好像很擔心這艘船會倒下來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站台活動滿滿滿 除了扛獨木舟之外還有健康操 拍拍手揉揉眼 柯文哲隨著節奏按摩 儘管有點慢半拍 還是很嚴肅的跳完健康操 跟五龍五師互動 柯文哲也玩得不亦樂乎 至於我們自己的選舉 我們自己總部辦的 我通常都選 還是比較簡單的風格這樣 比較傾向於說一些公民的參與這樣 不見得說一定要找什麼大咖 明星 而比起活動內容 活動參與人更是重點 下午柯P要幫清明黨市議員站台 會不會遇到清明黨主席宋楚瑜 柯文哲說一切隨緣 坦白講我也不曉得他怎麼排 我當時有特別交代就是說 按照對方的方便去排那個 schedule就好 我沒有說刻意要去見面 我幹什麼沒有 那你覺得 遇到就遇到 就很自然就遇到 選舉剩下42天 就差清明黨還沒表態 柯文哲能不能利用 男林的矛盾 得到至勝關鍵 成為關注焦點 月正TVLive 黃英辰台北報導